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能认清自己却是一种大字会 汉高祖刘邦继位后在洛阳打摆庆功宴 他大手一挥高兴地问诸侯将领 你们说我为何能得天下 而项羽又为何是了天下呢 大臣听了纷纷的一言 我一语地说着恭维话 因为陛下能乱功行赏 而且讲法分明 因为陛下能对身诺言一言九鼎 刘邦听着大家齐刷刷的一美自尺 却要要头说 其实我有自知之名 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 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 治国安邦我不如萧何 我之所以能有今天 全靠大家的鼎力相助 功臣名就之时 却连说三个不如 这不是刘邦过度情绪 而是他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 明白自己的优缺点和长处 楚汉之真中 他深知自己能力有限 所以从不独断遵行 能做到知人上任 人尽其才 人过有自知之名 做人只有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 才能找准位置和方向 更好地把握自己 巴特勒说 有自知之名的人 常常转动心中的明镜 建造自己 一个人成长的前提 在于先自知 自知才能自多 自救自强 才能更好地发展自我 超越自我 第二把钥匙 自省 孟子说 行有不得 反求诛解 意思是 事情做不成的时候 要多多自我反省 反攻自省 是一个人 根植于内心的教养 也是帮助自己成长的 一种真假途径 晚清名称曾国潘 一直保持着 写日记的习惯 而他的日记 大多都是用来自省的 有一次 曾国潘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人发了一笔横财 他非常羡慕 早上醒来 曾国潘对此很是羞愧 在他看来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肯定是自己功利心太重 才会做梦 都向别人发财 于是马上在日记中写下 昨夜梦人得利 慎绝艳险 醒喉痛自称责 以此来反思自己 提醒自己 不要过度看重钱财 又有一次 他与同乡镇小山 因为一点小事 发生了言语冲突 生气之下 说了很多商人的话 事后 曾国潘在日记中写道 小山钱予予有戏 戏丝皆我之不适 以此批评自己的过错 并警醒自己往后 要待人友善 改掉吉祥的坏脾气 不止如此 曾国潘还常常 向亲朋好友请教 让他们直言不讳地 说出自己身上的毛病 使自己更好的修正不足 通过长期的自省 曾国潘有一个 资质平平的普通人 一路成为了晚清 四大名城之首 还被誉为天下第一完人 晚年时连他自己都忍住 不敢叹 我是一个人优点不多 缺点不少 跟伦里的那些圣人 差远了 但有一条 我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那就是五日三行五神 自省是成长的开始 也是成就人生的两方 真正聪明的人 都等得关心自省 审视自我 因为他们明白 不断省察 检讨自己的言行 才能修炼成为更加优秀的人 荀子说 君子博学 而日餐醒乎起 则知名而行无过意 量人当先量己 责任必先问起 做人 如果只盯着别人的过错 就永远看不见自身的问题 懂得审视自己 尝试几过 方可知几短 补不足 第三把钥匙 少偶然 走得路 终有说这句话 就是第三把 要须有关的部分 叫自律 解决人生问题 是最主要的工具 乃是自律 自律是掌控生活的前提 也是治愈痛苦的良药 作家卡西 曾在书里讲过自己的故事 有段时间 他一个月里 有大半时间都在出差 加上牙疼头疼 同时发作 凌晨时常在噩梦中进行 几乎是痛不欲生的状态 但即便是在最疲惫的时候 他仍然雷打不动地 坚持着一指以来的习惯 每天早上写一两千个字 做十几分钟的瑜伽 每天晚上读半小时的书 并练出第二日的工作清单 他的同事对此很是疑惑 出差又不需要招就文武打卡 为什么不放松一下 偶尔懈怠一次又没什么 卡西的回答令人受益匪浅 充分利用每一分时间并不辛苦 因为掌控时间 能让人避免不必要的情绪和消耗 反而一旦产生惰性 放纵自己 最后只因为不能有效完成工作 交召不安 不如如愿达成梦想 失望着狂 诚然如此 懒惰和放纵会吞出一个人的斗志 让人困在生活中的琐碎和对现状的不满中 不断滋生更多的痛苦 主动约束自身 坚持自律 才能获得内心的重拾安稳 精彩的人生 有一个女孩顺利考录了北京师范大学 但陆学第一场英语考试 就让她万分沮丧 因为她的成绩排名全年级倒数 她按下决心 一定要努力提升自己 每天进步一小步 从那以后 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在夏琐碎面前的一片小树林中 背单词 练口语 每天两三个小时 风雨不错 等到期末考试成绩一出来 所有人都惊呆了 她竟一跃成为 北十大英文系的第一名 意识到了自律 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好处之后 女孩一直都坚持着 每天五点起床的好习惯 她不仅使她大学四年 每年都获得国家奖学金 跟她后来成为了 优秀的作家和企业家 这个女孩就是 极北咖啡的创始人 张萌 这世间所有的辉煌 都是长期的自律的结果 所有傲人的成绩 都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坚持一些好习惯的回馈 当你言语律己 你的人生终将大放异彩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说 你如何过一天 就如何过一生 在安逸里得过且过 只会偷垮自己 辜负人生 于自律中不断精进自己 命运才能给予你想要的一切 杨将曾说 终其一生 我们都要不断地 收敛灵魂 完胜自我 人生是一场 与任何人无关的自我修行 修行路上 自知才能找准位置 自信才能完胜自我 自律才能至于焦虑 成就自己 因我们不断地提升 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每一次在录完 你和我的阅读时光的时候 我的脑子就快炸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我每一次阅读的文章 好像就是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我好像是 已经阅读了很多遍 然后才跟大家分享 还是那句话 我就是粗略地 大约看一下标题 然后大约浏览下 内容的一个大标题的量 然后才开始跟大家分享 我是用第一视角 来跟大家分享的 我一直坚持做这样的行为 会导致我在录的时候 会口吃 就是有时候你会听我 阅读着阅读着 就开始台湾古语了 就是有点重写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其实你会知道 我有一些 你和我的阅读时光 可能是同一天录的 甚至可能是同时 两个小时很密集地在录 那是因为就是我有 只有一个一定的 就是你可能觉得 我的阅读可能只是这样而已 其实不是 我每天晚上睡前 都还是有坚持 哪怕我可能真的非常的忙 已经眼睛睁不开了 我还是会强行地 去看一下要看的东西 但是我看的文章 就跟我阅读 就有点出路了 我会稍微看一下 两三篇阅读的文章 因为时间很快地过去 然后再看一下 我喜欢他的小说 就是在每 但我的每天的脑子里 都是有度过 这个文字的部分 其实不是刻意这样做的 只是它成为了一种习惯 我发现阅读完之后 好像就觉得舒服 还是觉得 今天过得特别有意义 然后尤其像这种高密集的 一天可能如果七天啊 七天的亮什么之类的 你和我的阅读时光 我是需要时间消化的 可能在未来的六天 我都没有时间落 那我可能这六天 都是慢慢慢慢在消化 你说消化是怎么消化 难道一直重复地 去听跟重复地看吗 当然不是 是在我的生活当中 遇到的是 我们在游戏当中 在我做的任何 所有东西当中 每个角落 遇到相同的事情 我就会想 我当时阅读过 几个部分的东西 然后有什么感想跟想法 然后就付出到 实际的生活当中去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 都有去阅读的习惯 甚至可能就是 听我的音频 但是你有没有去 给自己形成一个 自己固有的习惯 就会让自己觉得舒服 然后不会觉得 是一个负担 比如说做运动也好 就是我如果忙起来的话 两三天 我可能来不及做运动 但是如果不忙的话 有一个时间 我就会挪扮小学 来下一个KeepAPP 我跟他们没有合作 存在就是还方便 它里面有提出很多 就是懒人的运动方法 比如说可以躺在床上 做的运动 抬抬腿啊 然后挺挺腰啊 什么脖子啊 手臂啊什么的 就是拉拉筋啊 我觉得那个还OK 那个经常有所做 做一天我三天都痛 就说明太小运动了 可是其实有做的话 还是有差哦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自省自律 还有自度这件事情 它是三个无法分开的东西 还有自知的部分 它是很衔接的 它会在你的生活当中 去付出时间 可是如果你没有 真正去把它衔接在一起 你会发现每一个独立的时候 你都很痛苦 你可能自知之不清楚 而自省又写不清楚 自律又做不到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本来把录你和我都有时光 是放在每天录的 每天就录一篇 这样我就会学习到更多 可是你要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有那么多时间 每天都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计划归计划 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还是要选择相应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把它规划好 怎么说呢 我觉得自我提升的部分 是在生活当中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与人沟通 不断地吸取新的知识 或是一直复习 重复过去的知识 叫自我提升 而不是自我提升就是 我今天游戏打到104关了 然后我努力一下 后天又打到105关 你到底提升了什么 好了希望继续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正午再见